1979年爆发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是离现代最近的一场大规模战争,在这场战争中,解放军经受住严峻的考验, 他们不管在什么环境,面对多么凶狠对手,都能一如既然地取得胜利,当时在这场战争中,中国军队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,许多优秀的军人付出了珍贵的生命,但是更令人痛惜的是,有些伤亡却是非战斗伤亡,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,根据统计至少有500名以上的解放军战士,出现非战斗伤亡, 导致中国参战部队出现非战斗减员原因有着一定的共性,第一是在解放军在对越反击战中经常出现,没有目标乱开枪的现象,这种情况不仅很容易暴露目标,而且容易捂伤自己人,第二个是情况不明乱开枪, 在战场环境不熟悉的情况下,心理素质不好的新兵遇到突发情况,往往惊慌失措,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,第三重情况是乱埋地雷,中越战争的地雷密度世界罕见,而这些乱埋地雷的严重后果,就是造成误伤,此外,不按规定乱行动,不懂操作乱玩枪等等, 其他原因,也造成解放军的非战斗伤亡,总的来说,战争初期,战事的经验少,军官不会指挥,伤亡很大,让人感觉很痛心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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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